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他說呢有一個理想的變壓器 他呢原線圈有一千雜 那負線圈呢有五十雜 所以這看出來他是一個什麼降壓嘛 對不對 那今原線圈呢有四千伏特的電壓輸入 而負線圈呢則是與一個兩百 這個是什麼歐姆 這是電阻的單位 兩百歐姆的電阻連結 則負線圈的電壓跟原線圈的電流 分別是多少伏特以及多少安培 我們有兩個答案要來寫 那一個理想的變壓器 他說原線圈是一千跟負線圈是五十的話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理想的變壓器 他的這個扎數呢會跟什麼 輸出的電壓是有關的 那我們電壓又喜歡用電動式 這個Epsilon OK 所以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按照這樣子來寫的的話 我們就可以列出的式子是 原線圈是一千 負線圈是五十 然後呢 原線圈輸入的電壓是四千 那麼產生出來的 負線圈的電壓是多少呢 我們就會算出來Epsilon2 因為他是他的二十倍嘛 所以除以二十之後會是多少 就是等於兩百伏特 OK 所以這個就是負線圈的電壓 這個答案非常的清楚 那原線圈的電流要怎麼樣來求呢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因為啊在理想的變壓器當中 能量不會消失 也就是說呢 兩邊我們講過他們的功率會是相等的 也就是呢 線圈的兩邊 如果我們有個理想的什麼 變壓器的話 OK 理想的變壓器 這邊 這樣子 講話不好 這樣子 好 如果這邊是只有兩扎好了 好 那如果呢 這邊有多扎一點 這只是示意圖啦 所以請大家不要太嚴肅的看待 好 那也就是兩邊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他的磁力線是完全保守在這個軟鐵 框裡面的的話 那麼他們這邊的這個功率P1呢 會等於什麼 就是 第一個的電壓跟第一個的這個 電流相乘 然後呢 P2呢 P2 這邊的功率呢 是等於他們的電壓跟電流相乘 然後因為完全保守在一起 所以他們之間會相等 OK相等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等式 就是 後來呢 你就可以 這兩個互相相除的話 你就可以 變成 V1 好 如果你把V2 除過來的的話 那麼你就要把I1 除過去 所以這邊叫I1 這是I2 OK 那這個電壓相除 其實就是這個Epsilon 相除 OK 這是電動式 這個是電壓 我們當作呢 是同一件事情 好 所以呢這個式子 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其實後面還有一個 叫做呢 兩邊的電流呢 是導數 導過來 所以你就會得到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呢 那這樣子後來它的電流 原線圈的電流是多少呢 我們就必須要先算 你要算原線圈的電流在這裡 那你就要先算出負線圈的電流嘛 對不對 那負線圈的電流好不好算 可以啊 你是不是有什麼電壓 你是不是有電阻 所以依照歐姆定律 這是國中學過的喔 依照歐姆定律 歐姆定律 歐姆定律是什麼呢 V等於I乘上R 電壓等於電流乘上電阻 或者是電流會等於電壓 除以電阻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知道 電壓是兩百伏特 電阻是兩百歐姆 所以算出來的電流是 一安培 一安培 可是記得這個一安培 是什麼 是負線圈的電流 是另外一邊 負線圈的電流 所以我們寫上來 一如果在這裡的話 那麼 那主線圈的電流 應該要是多少呢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N1除以N2 一千除以五十 是二十了嘛 對不對 OK 所以你把你的I1移上去 二十除下來 我們這邊就會得到 我們這邊就會得到I1 會等於什麼呢 二十分之一 安培 也就是等於 0.05 安培 所以第二小題 原線圈圈 它的電流呢 就是0.05 安培 整個過程當中 最關鍵 重要的柿子 是什麼呢 依然還是這個 理想變壓器的柿子 兩邊 原線圈跟負線圈之間 的這個扎數數量比 會等於他們的電壓比 會等於他們的電流反比 那記得 你要算其中一邊的電流的時候 一定會運用到歐姆定律 也就是它會提供你負線圈那邊的電阻 那當你有電壓有電阻 你就可以求電流 最後就可以返回來 求主線圈的電流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邏輯思維